依照育局统计 105学年度视力不良 台湾的学童近视比例高 近视王国的称号就此而来 为了预防学童近视 新北市从民国104年起 推动护眼方案计划 每年免费接受一次视力检查 而又鉴于 离岛眼科医疗资源缺乏 新北市特别送上一份爱的大礼 给连江县 共同打击学童二视力 到了暑假期间 是马祖的这些孩子们 来这边 不管是找叔叔伯伯 阿姨 或者是舅舅 或者是阿公阿嬷 很多 那也一方面 也可以检查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跟连江 今天做这样子的一个新联心 守护爱的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连江县的国小学童 暑假期间 跟着家人来台湾探亲 或是游玩 可以从即日起 到8月31号为止 带着家长同意书 和个案记录表 到新北市合约眼科医疗院所 即可享受免费的专业视力检查 希望透过跨县市的医疗合作 将连江县的学童 也纳入护眼方案对象当中 提供学童和家长 完善的视力保健服务 马祖整体的一个 奥童的视力不良率 大概在小学是40% 到股东就已经到60% 虽然是低于全国的平均 但是对我们奥童的健康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警讯 那透过新北市这样子的计划 我相信对我们奥童的视力保健 是一个有很大的注意 让孩子如何正确使用3C产品 都是家长必须学习的重要课程 避免长期使用加深近视恶化 除了协助学童自主管理之外 也必须定期进行视力检查 再加上多多从事户外运动 远离近视危害 中嘉信任 管理六六半钢板桥报导 我可以